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求得这件事情顺顺当当的结束 薄熙来不敢反了 当庭反了 所以出乎他们的意料 那中共上层按照薄熙来的话恼羞成怒 判他无期 带有这种警告的意味在里头 文章上来就讲说中共的媒体一致的赞成薄熙来案的宣判的结果等等等等 是反腐 老虎苍蝇一起打 薄熙来下台也不是你现在领导人打的 所以你根本都不是你打的 就那么回事了 你现在打那么狠 当初你多给他罗列点罪名不就得了吗 你们自己给他列了六个罪名 最后你审他的时候你弄了仨 你都不向老百姓交代 你今天又说你们有反腐的决心 你自个儿抽自个儿大嘴巴 轮圆了抽 把后脑勺都打上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其实与其你那么说 我觉得有点恬不知耻 就丢人 有点丢人现眼 我感觉就有这种氛围 文章紧接着讲说 香港科技大的崔大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 与美国媒体曝光的习近平和温家宝家族巨额财产相比 那薄熙来的钱微乎其微了 这就是你用反腐的名义 你压不住别人的原因 实际我的眼睛里 这是共产党完结的过程 你不尊重这个事实 你就会出麻烦 那崔大伟还向法新社表示 薄熙来案的目的不是要揭露腐败 而是要确保他从此被噤声 薄熙来释除的终结 还有削弱党内左翼势力的更广泛的目的 薄熙来将在狱中长期复兴 发出的信号是左派没有核心人物 可以一呼百应了 但是薄熙来他给自己弄成了李玉和了 对吧 利用你的状况给他弄成李玉和了 而你关键的问题 薄熙来在狱中成了李玉和了 那阿庆嫂还在外头怎么办呢 给混在一块里了啊 双腔老太婆也在外头呢 你怎么弄呢 咱就说这意思了 因为薄熙来不是他一个人呢 文章也讲说 南华早报星期一报道讲说 薄熙来知道宣判结果之后 庞然大怒 那高呼判决不公 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那紧接着就讲 最近人们在网上一直盛传的就是周永康 周永康是否被追缴 被追审 这是个疑问 在我在薄熙来被审的审判结果的出来的半个小时之内 做的那一期金日点击当中 我们曾经讲过 非常有意思的是 BBC两篇文章都触距到周永康 而不是薄熙来本身 高高的悬挂在这个 呃 浏览榜的这个榜首的位置和 探华的位置 那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当时跟大家分析 有水军 有目的去点看这些文章 形成很突出的概念 打薄熙来 不是终结 打周永康是关键 而打不打周永康 现在看起来 你可以画成问号 但你也可以画成探号 因为薄熙来本来是要软化掉 被薄熙来当庭方共 造成了今天的场面 而薄熙来又是在去年拳斗过程中 被天意干掉 算不上你今天正呃 中共最高权力的打老虎的说法 必须打另外一只 很可能打周永康 而林和利先生认为呢 打周永康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这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说 把这个薄熙来判无期 是为了数位 是为了削弱他的威望 这是有可能 可是在庭审过程中 薄熙来的微笑 也让人们深思 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干 德国之声另外一篇文章 是这么说的 德国之声这篇文章讲说 解读薄熙来听判时的微笑 文章讲 薄熙来被判无期 很多人认为是意料之中的 但是在照片当中 看到了薄熙来 薄熙来在微笑着听审判 人们都在问 为什么这样的微笑 为什么薄熙来有这样的微笑 他的自信从何而来 文章呢 他讲说采访了这个 旅美的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 王军涛认为呢 现在看来既没有 既没有重审 结果也没有超出原来的范围 时间没有拖长 所以应该说明 薄熙来案是中共党内 关于薄熙来案 争持结束的时候 我个人不太认同 因为本来是他打算结束 但是呢 薄熙来的翻供呢 造成了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的宣传媒体的 这种狂轰烂炸呢 已经表明了 推翻了原来的协议 推翻了原来的这种 大家说好的事情 他会重新点燃 中共最上层 太子党和利益家族 他们之间的冲突 原来想轻判他 判他十年十五年 可能就完了 但是薄熙来 在政治上有要求 所以就一切打乱了 那我认为 王军涛刚才说 那一份呢 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薄熙来 脸上带有微笑 王军涛认为 是因为他从律师那里 获悉 他的支持者 并没有对他失去信心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命令 不取决于是否 推翻判 刑事的判决 而是未来的政治结果 他在政治上 确实有一份自信 而张立凡认为呢 他这种态度呢 给出一个明显的信号 就不服判决 他可能相信自己 不会坐牢 做到生命结束 他的赌注是对 未来发生政治巨变 我个人认为呢 对未来有信心 这是肯定的 那至于说王军涛的那个 王军涛先生那个说法呢 我自己不太敢苟同 我个人认为 他的微笑来自于他自身 而不是外界的判断 所以你判他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无期 对于他是无所谓 生命的角度来讲 他已经结束了 判五年 他就结束了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他根本不服输 才会有这种自信 对吧 所以我老早跟大家分析 或无罪释放 或判死刑 立即执行 其他的 对他而言是一样 文章又提到说 政治生命结束 领袖的地位树立 是不是这样 主要是他采访 王军涛的说法 王军涛拿出了 当时的赵紫阳 跟薄熙来对比 我觉得这是概念不太一样 赵紫阳走的是民主化的路 在中共体制内的开明者 薄熙来不是 薄熙来是重述毛泽东的概念 今天习近平在重复着 薄熙来曾经走过的路 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薄熙来不相信 他的政治生命结束 是因为当他意识到 他的政治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 他必须要反攻 审判薄熙来无期徒刑 等于是干掉共产党 也是无期徒刑的概念 也是一样 因为是这个体制之下的权利者 去审了一个这个体制之下的 精英的经典的领袖代表人物 自己干死自己 我们走着瞧 要不了多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